1900 钢琴天才内心纯真而孤独 麦克斯1900唯一的好具有是个重感情的小号手 主人公1900是1900年的第一个月 在一艘游轮的钢琴上发现了汽英 升于船上 涨于船上 一辈子没上过岸 他没有出生证明 没有身份证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再加上1900气质忧郁 沉默寡言 这人物设定简直文艺的让人蛋疼 1900从小拥有惊人的钢琴天赋 这水平 生生的把那些钢琴考级的孩子们羡慕死呀 那个年代1900不用考级 不用读大学 凭着天赋妥妥的成为轮船上首席钢琴师 天才总是与众不同的 乐队合奏时他也不按常理出派 总是突然独揍 乐队小伙伴们很是无奈 逗逼成哥们也不介意 动刺打刺的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直到麦克斯便是船上的一名小号手 并和1900成为了好机友 1900虽才发出众 但他不上春晚 不做广告 只是日复一日的给船上的爆发户和吊丝们演奏 1900如往常一样轻轻演奏 他心醉不已 内心的感情化作旋律流淌在琴箭上 弹奏出一首优美动人的绝世佳曲 在妹子下船之时 1900本想把唱片送给女神 却因为人流拥挤没有交到女神手上 妹子却大声告诉1900自己的处置 那么 问题来了 1900是否要下船寻找真爱 当1900终于整理好形状 面对高楼林里的城市 面对车水马龙的人流 他突然感到迷茫 他没有护合本 没有各种等级症 下了船分分钟要被和谐掉的呀 1900一想 弄作弄袋 哥得回去 于是他挥一挥帽子 不带走一片云彩 转身回到了船上 回到船上之后 1900仿佛得了忧郁症 不再与麦克斯高级 也不怕别的妹子 只是日复一日的弹琴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多年过去 曾经的小号手麦克斯 已经成了中年loser 他有一次来到 已经废弃的旧船上 发现1900仍然在船里 他知道自己 无法劝服1900下船 最后麦克斯与1900诀别 而1900又一次奏响 自己的老钢琴 废旧游轮的爆炸声和琴声 组成了1900 生命最后一刻的乐章 此刻他的内心 却感到快乐与宁静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词词词词曲组成了20 词词词曲组成了20 词曲组成了20 曲组成了20